今天跟塔台說要求降空 今天跟塔台說我們現在要分開 80名旅客不願意下飛機 跟民航局人員大吐苦水 我希望我們在台灣 不要再加強化 加強化我在上海區 原定6月13號9點半起飛班機 卻因為機長宣布受天候影響 足足延誤24小時 14號10點半才回到台北 等天氣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 等到了晚上 等到班機取消 有人是說準備要炸玻璃 不肯假機是因為原定6月13號 9點半起飛班機 機長10點55分宣布進入台北領空 卻在11點10分 因為天候得折返 11點45分就到了浦東機場 浦東到台北花了一個小時30分 台北到浦東去只要35分鐘 去回程時間都不攏 有種種的疑點 我要告訴上行 要說實話 不要老騙人 騙我們騙了整天 從早上8點多鐘到晚上12點多鐘 很累 回顧旅客在浦東機場拍下的影片 霧滿情緒達到最高 面對憤怒旅客上行地形也忙著安撫 即使再憤怒近200名旅客最後還是得睡在機場 才會導致回台時有80名旅客霸擊近半小時 直到民航局人員出面才解除雙方僵持的緊張局面 條內新聞正蘭曾無庭 台北報導